上个礼拜我请了一个演员朋友 来给我做audition的指导 然后他呢非常有经验 而且说关于这个演 表演的方面 他能说的很到位 给你指导的非常到位 说的也比较直接有效 就很有启发性 就是他未必是在说教 在讲这个理论 他更多的时候是给你一个思考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或问一些问题 就会让你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人物的关系也好 或者是人物的动机之类的 所以的话星期五 我做了三个audition 所以请他一直在帮忙 从九点钟一直忙到了下午的两点钟 对他也非常认真 然后包括就是形象啊 那种就是状态啊 呃样貌这种我的就是你 关于这个人物你需要 呃拍之前你要准备 什么样子外在的看起来 然后内心的挖掘 就是一些问题 骗我对这个人物的这个认识是怎么样之类的 就很多方面做了三个audition 都做得还挺不错的 非常有启发 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对这个audition的这个准备已经很多了 但是在他问的问题之后才会想起来 哎其实这一点也没有去想考虑过 就还真的是以后自己就要先把这个准备做更充分一点 这样的话你对这个人物动机他当时的状态就会更加的清晰 马上就可以上手变成那个人 那今天是星期一下雨天是2024的第四堂课 啊今天上课迟到了十几分钟 然后但还是赶上了那个课前的那个练习 刚好赶到我是最后一个就叫我上去 然后做那个reputation的时候 我还还感觉还蛮放松的 就做得还挺好 没有想太多 能够ground it 就是能够沉浸在当下去听对方说的东西 然后反映你应该反映的正常的这个感受 不加更多的思考直接去说出来 然后接着的练习来说呢 就是我那个activity就准备的不是很好 就有一些假的东西 所以也是讲到任何这个audition也好 演出也好 你都要很真实 你要把事情想得很具体 老师主要点出了就是我打电话 那个比较假 就是因为确实你不是真的跟对方在打嘛 然后你而且在某些方面你没有很确信 所以你在在思考在想 而且有意的让观众知道你打电话的内容 这个就有点就是会化身天足啊 或者说是不够真实啊 刻意啊这样 然后其他方面也就是也没有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的练习的重点是relationship 那同学我的同学的伙伴他进来的话 他跟我是有一个关系的 他是我的一个我跟他的父母是比较关系还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朋友吧 然后他是他们家的孩子 所以我们五年前见过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 那他突然出现的话应该是很吃惊的 这一点我忽略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人物之间的relationship非常重要 不管你哪一个角色他跟另外一个对方 对手都会有这种很强的关系 不管是怎么样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关系 你要挖掘 下节课的话要求大家都做好这个activity 我得好好想要提前准 不要临时抱佛脚在路上才去想 同时要再准备一个monorock 随时有空的时候可以上台去做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然后我们星期三再跟大家继续聊